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我來請教一下Drew 到底我常常肩頸痠痛 該怎麼用震動按摩槍來幫自己放鬆吧 今天我們要使用震動按摩槍來處理一下 肩膀周圍不舒服的問題 大多人常見的就抱怨肩頸痠痛 或是說過分的聳肩造成的緊繃 可能手搭在桌上 搭在鍵盤前面工作造成的 OK 那當然 很多人的直覺就會使用震動槍 直接從肩頸緊繃的位置去處理 這樣的做法並沒有錯 但如果只有這樣的話 效果往往不會太好 因為肩膀是這邊張力最大往這邊走 它缺乏了其他包含肩膀往下 肩胛骨往脊椎靠攏 往那個方向移動的空間 所以造成只有在聳肩這個 它比較認識 它比較做得出來 就這邊使用頻率過高 甚至還有人是手腕 因為放在桌上工作 手腕要提起來 也許提筆或是滑鼠或是鍵盤 這邊太緊了 所以接下來它拿東西起來之後 這個角度已經不見了 只好用聳肩來代替 所以當這邊有出狀況的時候 肩胛骨背面的地方要考慮 手腕 可以的話也處理一下會比較好 除了我們平常直覺的 上斜方肌的部分 我們緊繃直接打以外 在肩胛骨的內側圓 肩胛骨的下角的部分 也是可以用震動強按摩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我們選擇 可以接受的震動強度之後 緊繃內側圓的直線的部分 我們直接來回的掃瞄它 一樣我們不會重壓 輕鬆的帶過 如果它有在其中一個位置 告訴我比較緊繃的話 我會在這個地方稍微停留 腳有一點點 但不會重壓 這是肩胛骨內側圓的部分 下角的位置 我會擺在這邊停留 我會請哲瑞 我們做一個動作 幫我把手肘打開之後 手肘彎曲 手肘往後走 所以你看到肩胛骨往脊椎靠近 然後我們再遠離 所以做一個滑船拉的動作 然後延伸出去 來回 在這邊透過震動的方式 去提示肩胛骨 讓肩胛骨知道 原來往脊椎靠容 來一點點的空間可以做它 當你具備這個腳步的時候 爽肩的機率就會變少一點點 長遠來看會減少肩頸的壓力 好好放鬆 所以我會建議 想打這邊可以 但我會先處理這裡 處理下腳之後踩回來 進行上斜防肌的部分 好在手腕的部分呢 我們知道這邊負責的動作是 手腕勾起來的動作 反過來 這邊是負責手腕彎曲 OK 除非你有攀岩啊 需要很多抓獲的動作 這邊比較容易緊繃 學校都是能在這邊 提筆、寫字、滑鼠、鍵盤 所以這邊肌肉比較緊繃 我們一樣可以在這邊 來回的上面 主要集中在 肌肉比較肥厚的部分 如果不確定什麼位置的話呢 也可以直接 小哲瑞來十肢動一動 好就知道 這條肌肉在收縮的動作 在這個範圍呢 原文是我們要處理的地方 實質是所有的手指 除了大拇指以外呢 最靈活的人 所以看愛的肌肉一定比較容易想對筋包 所以我們處理這個地方 好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一些肩頸痠痛的問題 可以自己使用振動槍解決的方法 就像我剛剛這樣 你可以直接這樣往後、往上 甚至手稍微提起來做移動 都可以達到很有效的放鬆 那如果你有一個朋友可以幫助你用振動槍放鬆的話 那當然更好啦 安全上的話來講 我們要放鬆的是肌肉 所以一樣避免有骨頭 皮膚比較薄的地方 靠近脖子這邊有一些血管和神經 我們可能會避開 一切還是以舒服的原則來進行 不要追求痛 好那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這是Drew 下一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一些滔熱的膝壓 膝蓋疼痛的問題 該如何用振動槍來達到自己放鬆的效果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掰掰 掰掰 我覺得是否有很多人 而是否也會找到最後 建立的 梁哲瑞 我在說你的故事 有些兒子 我們一定要看 在說你的 我們不要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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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放鬆